我們來看看如果老師您想要就是 我要拿來做半期經營的 那我就會建議您可以用群組 因為群組的話 它有比較多像我們剛剛玩的那些功能在裡面 那您看到一樣按一個建立 你就可以在這邊 最近真的打字比較遜一點 因為現在都用語音輸入 現在都用講的 越來越少用打的 進來之後 有沒有發現空空一片 對不對 好 一樣的設定這裡 你可以改你的群組名稱跟圖片 然後呢 預設也是私人的 所以不用緊張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都沒有任何訊息沒關係 你要發布就可以在這邊 你可以選擇是一般的 有沒有 這些超連結 甚至來自什麼 Google雲端硬碟的內容 都可以放在最新消息裡面 都可以放進來 那我們最主要來看任務這邊 任務這裡 在OneNote裡面把任務就 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次的上課 一次的上課 那我的第一個任務 好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開放 以我來講的話 像有些假設 因為我都已經斷過好幾輪了 所以我很多課程的任務都很多 可是如果同學第一次來上課 你就把全部任務公開給他 他馬上退學 講老師你資料太多啊 我看不到 所以你就留一兩個給他 先藏線一下就好 其實我順便跟老師提一下 我在學校的資料都有公開 在左手邊這邊 有沒有 兩個課程介紹 你點進去 我不知道以前老師在學校 學大學選課的時候都做什麼選 都是怎樣 口口相傳嘛 這個老師好過營養喔 一起來修吧 你也不知道有沒有 這個老師上的怎樣對不對 我做了公開 那我們上課到底做了哪些內容 有公開在這邊 有沒有 可以點進去看 然後呢 上課錄影片 你不只可以看到今年的 去年的 前年的都可以看 可以直接看到老師上課的情形 這樣子 再來的 至少 比較容易願者上工嘛 你都看過啦 如果這樣看過還 眼睛選錯 那就不能怪我的嘛 OK 所以我的是像這樣 那我們回到這邊來 就是這個第一個任務 你可以選擇要不要公開有沒有 要不要開放 好我就先新增 那現在有任務 可是怎麼樣 沒有內容啊 對不對 你可以從這邊 有沒有這個筆 按一下 其實剛剛就可以新增了 那這裡呢 有分三種 有沒有一個叫建立單元 選取單元 跟搜尋單元 那麼如果你要找 就是說 我雖然沒有訂閱你的教材 可是我記得我曾經看過你的 你知道大概的關鍵字 你可以用搜尋的 這邊搜尋可以找公開的 就是我們剛剛在這個 有沒有在發洩裡面 發洩裡面我們不是有單元嗎 對不對 像我剛剛找 比如說 ZOMIT 這個是螢幕畫筆的 有沒有找到 對不對 這些都是公開的 我可以從 雖然我沒有訂閱你的課程 可是我還是可以找 好這是第一種方法 好我先加一個進來 那當你加入的時候 他會問你一件事情 請問我是要把這個教材 複製進來 還是你只是引用就好 這裡有一點點差別在哪裡 你還記不記得老師 我們剛剛在建立教材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 課程的完成條件 比如說這個課程 你要看完百分之多少 要看幾分鐘才算過關啊 有沒有 就是那個條件 如果說你是用引用的 表示我就跟你原來的那個教材一模一樣 你設一分鐘 我這裡就是跟你一分鐘 我不能改 如果你是複製的 因為也許不同的班級 可能怎麼樣 程度不同 進度不同 我可以說 這個班級 我的要求標準高一點 另外的班級要求標準低一點 你就可以用複製的 因為進來之後可以改 插在這邊 所以我先用引用就好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你會看到是來自哪一個課程 可是能不能改 不行 這就是引用的 你只能把它刪掉了 有沒有 在這邊 這是用搜尋的 那什麼是選舉 選舉就是說 你已經有的 你從別的群組 也就別的班級的 或者是你自己建的課程 還是你訂閱別人的課程的 我從裡面直接挑進來 我們剛剛不是講 如果你是訪客 不能複製別人的嘛 對不對 可是你在這邊 因為你有訂閱別人的 一樣可以把它叫到群組裡面來用 這樣已經清楚了吧 所以像我在這裡 我從這裡 比如說我覺得我想要有教材 教材的 點一下加入 一樣有沒有出來了 可是這是我用複製的給你看 有沒有發現這兩個可以編輯 就跟上面不一樣 因為複製的就是 你進來之後你可以自己改 可以自己改 那萬一 因為 以前有老師反應過 什麼 被課這麼麻煩 要先 要先有課程 才可以建群組 所以他們後來改了 多增加一個 阿不 你就 省略這個過程 直接用建立單元 就是臨時性的 你了解意思嗎 你看 有沒有覺得看起來很熟悉 這裡有沒有覺得看起來很熟悉 我們剛剛課程不是在做這件事情嗎 對 他就說 欸老師我偶爾有需要用到一個 我就直接在日本建就好 我不要再經過什麼課程了 不要建我自己的沒關係 我就是做班級經營 我把我要的什麼就是放在進來 放在裡面就好了 這樣你了解了 不過這裡有兩個小缺點 有哪兩個小缺點 第一個 這些教材 不能直接 就是所謂的 欸 可以複製啦 但是他 他的一個缺點就是 如果你是用影片題 在這裡 目前不能新增題目 我們剛剛不是有影片題加題目嗎 那個部分一定要透過課程才行 好這是第一個小缺點 第二個小缺點 就是這些教材各自獨立 所謂的各自獨立就是說 欸我從這邊新增了對不對 那我以後萬一我的教材有變 我們如果是統一由這個課程裡面製作的 你一個你的教材在這邊改變了 所有在群組裡面引用的全部一起來 就是本尊變分證就變 可是如果你是在這裡做的 不好意思 個人造業個人單 你建了多少個 你就自己回去修改多少個 所以各有優缺 那你要不要用就是看你 就看你 那基本的功能是都相同的 所以我只有偶爾有一些 比如說我只有這個班解比較特殊的 就是這個只有他們會用到 比如說調查表之後他們會用到 那我就在這邊用就好 這樣你了解意思 所以像這樣子 欸你就可以自己把它建立起來 比如說你看我在這邊 把這個 複製起來 其實基本上都一樣了 放進來 是不是都一樣 就把它放好 儲存 儲存 這樣就好了 那這邊呢 就可以同學進來 就跟剛剛老師進來看一樣 那麼預設的話 老師您稍微留意一下 那個統計的資料是沒有開放的 如果你希望說我統計 同學可以自己看到統計 可以從這邊進到這個任務裡面 進到任務裡面把它按一下 從上面這裡 有沒有可以開放 你可以開放單一個同學查自己的 也可以開放全部的 可以開放全部的 那按儲存這樣就可以 那如果呢 以後老師 你有要從別的群組裡面 把它的內容複製過來 有沒有發現 我可以從別的群組複製過來 就是說我 我們剛剛有用過會書的 那是整個群組一起 可是我如果只需要那個群組裡面 那個班解決某個單元就好了 我也可以用複製了 你看我從這邊 從這裡 我就需要這裡面的 某一個單元就好了 Webdino的 剛剛有老師在看這個 對不對 我就把這個單元就叫進來就好了 所以我就不用那麼麻煩說 全部叫進來再慢慢刪 不用 我可以挑局部進來 當我按加入之後 它就全部把剛剛的是不是又進來了 你就只負責 這個可能 也許這個班級 不需要那麼多 我就把某些的課程內容 單元的教材 就把它刪掉就好了 這樣你們要解決意思了 有沒有發現 我們用這種方式備課其實還蠻方便的 你可以說 像就是有群組互動的 或是單純的 我只用它來整理教材 其實都是不錯的一個方法 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老師 我時間這樣抓的還可以嗎 有在你剛好指定的時間 好 那我們今天可能就只能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